經常在電視打廣告的一款養髮液 萌髮五六六 因為把功效講得太神了 被台北市衛生局罰了三萬元 電視公務台主持人麥麗推薦 還放上使用前使用後的照片來做比對 一旁的字幕也不斷地出現 減少落髮預防掉髮等字樣 新北市衛生局公布藥物化妝品廣告 最新查處的情形 其中知名廠牌萌髮五六六養髮液 因為誇大效能代售的廣告主 被開罰新台幣三萬元 新北市衛生局表示 去年違規藥物化妝品廣告中 以化妝品所占的比例最高超過九成 通路則是以網路百分之六十六 以及電視百分之二十三最多 去年共開罰藥物化妝品 違規廣告兩百二十七件 合計八百六十九萬五千元 是三年來最高 而化妝品最常見的違規廣告用語 主要是宣稱療效 藥物違規廣告 則是宣稱可以改善皮膚的功能 化妝品廣告呢 他主要就有宣稱療效 誇大他的性能以及美白 在藥物廣告裡面呢 以皮膚類 還有就是減緩疼痛 以及調整腸胃最常見 衛生局表示 業者常借由誇大的效能 來研究數據 以及使用前後的照片 來誤導消費者 一旦查出廣告不實 衛生局就會對刊剝者開罰 衛生局也提醒民眾 廣告內容如果太誇張 太吸引人 消費者就要有存疑並進一步求證 以免上當受騙 記者烏雅瑜 林國黃新北市報導